创意吸睛 文艺飘香 文创百宝香 他投入插画创作历程 以及如何透过插画描绘梦想 方玉你好 你好 方玉你从小就喜欢画画 你可以先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您当初是如何学习 还有练习画画的呢 我也没有特别学习 就是从小就很喜欢画画 然后阿嬷就有发现我喜欢画画 所以就是有买了很多画笔 然后让我自由的创作 是那你喜欢画哪一些的题材呢 还是什么都画呢 以前是什么都画 就是有兴趣的就会画下来 然后因为阿嬷家是三合院 所以有时候也会拿红端头 当画笔 然后在地板上画画 那你会画什么样题材 就是以三合院为题材吗 还是说 就是蛮抽象的画 怎么说呢 就是小时候就会乱画 就是在地板上面乱画 长大一点就是会 开始会画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主题 比如说是哪一方面 可以帮我们举个例子吗 可能画的就是家人啊 然后自己三边发生的事情这样 是 辽同学那你有没有喜欢哪一位的画家 那为什么会喜欢他呢 我很喜欢石田彻爷 他是一个日本人 然后他画的是超现实的画 他的画很黑暗 可是就是充满创意 我是喜欢他一幅画叫 无法飞行的人 他的画大概是怎么样的 这幅画 他的画都是在画他自己 然后他把自己当作主角 然后跟他觉得日本现在发生的事情 他去做结合 然后表现出来 那同学那你现在主要是画哪一些题材呢 我现在的画风是从我的家人朋友跟同学和我生活发生的事情 然后我有时候也不会去特别去想画什么 就是直接画出来这样子 好 辽同学那你之前有参加一个科技厂商举办的梦想会实现比赛 可以跟我讲一下当初你怎么想到去参加这一项比赛的呢 当初就是在逛那个网站 就是有一个叫奖金猎人的网站 然后我就突然看到有一个比赛 然后那时候我刚好在花莲 花莲有一间民宿听我去创作 我就跟我朋友聊天 我说那我去参加 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比赛 然后我就问我朋友说 不知道参加这个好不好 他就跟我说那你就参加 所以我就参加了 那你参加这个比赛的话 你的画作是怎么样去构思呢 那时候主题是梦想嘛 我就在想我的梦想是什么 我就想到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插画家 那我就挑了一幅我觉得可以跟我的梦想搭配的那个图画 然后去参加比赛 那这个图画大概是怎么样 它整个是黑白的 可是它只有脸部是彩色的 然后我觉得我们脑子里面都有很多彩色的梦想 可是我们却是很平凡的人类 你这个画是画的一个人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部分吗 来展现你的意境跟异想 画的是它有撑着一只雨 因为我觉得雨伞它是跟梦想 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它合起来的时候就等于说我们还在成长 可是它一打开的时候就代表梦想就实现了 就是经过自己的努力 然后梦想就实现 这个画就是一个人撑着雨伞 然后这个人脸部是彩色的 其他地方都是黑白的这样 然后这个雨伞还没有打开一个状况吗 它是半开的状况 是这样的意境 那您作品去参展之后 不晓得评审跟其他的朋友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呢 大家都说很厉害啊 然后一直鼓励我 然后那个曲家瑞老师跟肖青阳老师 也给我非常好的评价 哇所以这个相当不错 那这个比赛之后 有没有去举办一些展览呢 这个比赛过后 就是经纪人他找到我 然后我就跟这家经纪公司开始合作 2013年的时候 我跟上海那边的陆思文创 我们签了正式的经纪合约 他一开始就是用复制化的方式 然后因为上海天字房那边有非常多的观光客 那用我复制化的方式去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因为我主要的分享的管道还是在社群的粉丝团 那我的经纪人就帮我把那些话印制出来 然后跟大家分享 然后到2014年的9月的时候 他就帮我做了一个展览的主题 叫做开着灯说说话 做了怎么样的一个展示呢 把你的作品做成些呢 开着灯说说话 他就刚好在那个田字房那边 那边有一间展出了空间 他的主题传达的是沟通 然后他说只要是沟通的对象 无论是上司下属或是家庭朋友啊 或是兄弟姐妹 在沟通达到的结果 手中拉下的灯泡会亮起来 就是开着灯说说话想传达的想法 是 那同学那还有其他的展览吗 之前是有一个艺术走进酒店的展览 他在那个上海的国际会议厅那边 算是很荣幸 是 您的作品去当地的话 不晓得当地的反应是怎么样子呢 当地的反应是非常好的 因为现在经纪人有帮我用一个微信 他用微信去跟大家分享我的画作 现在有累积非常多的粉丝 是 那同学那您觉得您的绘画 哪些特色最吸引他们呢 他们觉得我的特色就是 很有创意 然后就是画的落落大方 这些特点让大家很喜欢你的画 廖同学那你近期 有没有参加一些什么展览 或规划一些什么展览呢 最近11月开始的展览主题是 跟麻风病工艺联名的 叫Touch工艺 美学的心灵碰撞 展览是从11月到明年的1月31号 也是在上海的前子房 就是跟上一次开着灯说说话的地方是一样 那同学那这个公益的展览活动是怎么样来进行的呢 他这个展览是我的经纪公司 陆思文创跟希望之一 公益基金会联名的插画站 那时候经纪公司告诉我这件事 我也有思考我想为这次的活动做什么 然后我就画了一幅 全部都是人脸 然后都是黑白 可是作品中只有少部分的人的脸上 有眼神的传递跟语言交流 我就在那个画作的右下角 就是最下面最后一笔的那个人脸 做出一个微笑 因为我觉得不论是怎样的 有让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疏离和陌生 我的作品想传达的就是 只要通过一个善意的眼神 跟一个友好的微笑 就可以化解我们彼此曾经很陌生的距离 那当中的关键字就是 彼此曾经陌生的距离 就如同最熟悉的陌生人一样 科技带给我们的距离更近还是更遥远 也许就只要通过善意的心灵碰撞 但是你这样的初衷展开 然后12月7日的时候 张平宜女士她特别带了四川 大银盘小学的学生到展期 就是因为我们展出的方式是用 我画的人脸 然后让游客和参观的人去做创作 这样正有的创作 然后张平宜女士就带着这些小朋友 参与互动涂鸦跟听我的创作故事 然后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参加活动 我也感到很勇气 所以廖同学你也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让更多的民众能够支持他们 让社会有更多一些公益 让他们可以感受到人间的温暖 对 这是我通过经济公司 跟路斯文和我个人的名义 我就把我的原稿 真的希望之意收藏 然后在现场 我有我的那个限量的签名 也希望借此抛砖引玉 让更多人能够来关心需要帮助的人 对 就是以我签名的画作 然后把这些收入捐给希望之意的这个基金会 是 好 我们今天节目中呢 访问到中国科技大学数位多媒体设计协料 方育料同学 介绍他如何开始跨入画画这个领域 还有参加比赛 以及到大陆展览的情形 同时透过公益的展览 希望能够让社会上需要帮助人能获得更多的帮助 好 非常谢谢廖同学接受访问 谢谢您 谢谢